每年一夏到三浮 我都会建议大家喝姜枣茶 这段时间喝姜枣茶 对一年的养生都会大有帮助 喝姜枣茶的注意事项有这样几点 第一,最好在中午之前喝完 第二,长期在空调房间的人 可以喝时间长一些 等到空调关闭天气凉快了 再喝一段时间 让身体的寒气彻底排出 第三,一般的人 只要在夏天喝姜枣茶就可以 但如果是血寒湿气重的人 胃寒的人 那么四季都可以喝姜枣茶 第五,小孩子如果平时挑食 瘦弱,脸色清白 可以四季喝姜枣茶 第五,如果身体在湿疹发作的急性期 或者是孕晚期 或者在生理期尽量超多的一两天 或者身体有伤口还没有愈合的人 暂时不要喝姜枣茶 字幕直接派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